- 哈喽,大家好,我是志宇哥,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川儿,组成了新的team,最近给大家拍一系列的卡车卡车相关的视频,因为在北美这边卡车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嘛,就是工资还可以,然后工资还可以, 也就蛮多的嘛,这个相关行业,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是内容是,干嘛来着,去卡车加油站,卡车停靠站,就这边卡车是有专门的休息站的,怎么说,就跟服务区一样,就它可以加油,然后你可以吃饭,睡觉,洗澡,啥都有,因为卡车一般它是那种,这边的卡车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嘛,那个车头后面都有床的,所以你那个休息站你稍微补给一下,就可以回到车,那个车上去休息, 小川开了多年的卡车,足迹也是遍布北美,一般这种卡车加油休息站都是在城外的是吧,有的地方也在城里,市区里也有的,对也有,但是一般如果你是开小车的话,你一般不会知道他们的位置,比较隐蔽,一般人是不太知道的,对比较靠理,跟小车的区域也不在一个区域,我们的车以前是逛人的卡车司机,现在要干工程去了,搞工程序了,搞工程序了,换了一辆凯迪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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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迪 凯迪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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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迪� 就拿这个收据 所以要大部分时间 看这边 这就是一简牌 很多的卡车 我们到了这家叫Flying J了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里面情况是怎么样